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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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說香港人普遍都很懂得投資 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都有他一套的投資心得 那不知道三位來自傳媒界、教育界 及體育界的名人是怎樣投資的呢 由香港才子之稱的陶傑 向來都喜歡在節目上帶談政治議題 對世界大事都尿如指掌 這樣會不會對他的投資有幫助呢 陶傑在一個投資港座活動上透露 他是一個保守型投資者 喜歡投資在專頭 我想如果現在未賣就要看一看 因為不斷是個雙辣椒的問題 而且在大陸都很玩探 可能會影響到香港的持有客戶 零售和現金進來 所以我想對於政治來說 只是靠一種開始 外匯、基金那些分散一些 我想要留意那個世界 不是不止是經濟 不要以為只是聽我加聲 或者叫做最近一季度 美國的消費增長 其實這些不是全部 你要留意那個政治局勢 但我們這些投資要看遠一點 遠一點就是要知道國際的關係 國際政治 不要以為統現政治和經濟是三萬的 電影我就沒有錢去投資 我只是資質大 我希望那些華語電影的投資者 在這方面就能達到 但當然又要坊間要有很多機會 因為輕人將他們的創意發出 華語的第一條新路 就是吸收立養的資金 就是馬來西亞、新加坡會 然後他們合作去派一些 改外話 和在地球一體化前面的消費 而前任香港小姐楊婉儀 在2008年擔出娛樂圈之後 就專心照顧家企 和打理自己的幼兒教育事業 她表示因為曾經在股市選手 所以沒有再投資在股市 反而令立門戶投資在幼兒教育中心生意 現在還計劃開辦國際幼兒園 我現在還學習 因為做生意真的很不容易 我當初 因為我以前的電視台 都很避道 給我劇本 給我通告 我就去拍 但做生意原來是要自己很主動 很主動去找生意 去跟人聊 去思考市場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做生意 穩潮是重要的 但不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做生意 如果對自己的產品有信心 真是給自己的產品 是最重要的 但如果只是為了賺錢 還有一個bass produce 賺錢 就未必可以達到最理想的 這個bass 身為年輕一代的陳七陳肖琦 現時在香港球隊南華足球員 她說因為運動員很多時間都要操練 所以對投資的研究不多 自己的投資都比較保守 會選擇投資在外幣 可能收入的一部份會去 總之又不是 另外有一些會做衝突 所以要保持平衡 之後要比較保守 因為始終我們本身是不保守 所以我們會保守一點 很快的